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老人有很多子女,却没有人愿意赡养 这些老人要么像皮球一样被子女踢来踢去,要么就是在子女家受尽白眼 这些老人大多会向旁人抱怨自己养了几个白眼狼,早知如此当初就不该生下他们 而听他们抱怨的这些人有的是同病相怜,心心相惜 他们会一起抱怨自己的不孝子女 但一些老人则是摇摇头,表示被子女不善待的老人一定也有老人自身的原因 如果老人还保留着养儿防老的思想,从来不为自己的老年生活做筹谋 那么这种老人晚年凄惨,其实早已经注定了 每个老人都想老有所医,老有所养 但真正有幸福晚年的老人很少 因为人老了就等于没有工作能力 而且常年吃药一直花钱,身体不好需要人自吼 换言之,越是长寿的老人身边还有人愿意抢着养老 肯定是具备了一些别的老人没有的品质 现在的时代里,照顾老人已经成为常态 一位老人如何和自己的儿女子孙们友好相处呢? 这是个问题 像这种社会,如果有一个老人会被五个儿女抢着养老 那么这位老人是不是应该很受晚辈的喜欢呢? 他身上到底具备哪些条件才会这么抢手?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位96岁的老奶奶 到底是身上有什么样的特点才会这么抢手 会被五个儿女抢着要为他养老 这位包奶奶虽然现在已经96岁了 但是她还是很健康,也不耳鸣 双目也很有神,头脑也是十分清醒的 没有丝毫感觉她很老 她的老伴是在85岁去世的 但是她并没有为这件事伤心欲绝 而是选择乐观面对 而且越活越乐观 所以说,现在她已经有96岁的高寿了 她经常被几个儿女都抢着要为他养老 都说很喜欢她这种乐观的态度 因为她乐观 所以走到哪里,哪里都是欢声笑语 经常逗得小孩子们很高兴 有时候,当你看到她纯真的笑容 你甚至不会觉得她已经有96岁的高龄了 当别人问起包奶奶为什么这么乐观 有没有什么常说的秘诀的时候 包奶奶总是很谦虚的 更羡慕他人地说 其实自己也没有那么厉害 只是我的儿女们都很争气 她说,她只是尽了一个母亲该有的责任 很多人都很佩服包奶奶 然后,我们经过了解才知道 原来我奶奶身上有这三个好的品质 所以说,她才能活到快百岁了 还能让儿女们抢着为她养老 让身边的人都十分羡慕 第一点 本性向善 品行端正 远见着实 包奶奶是从书香门第出生的 但是小时候是没有那么多书院的 但是在家里 也接受了很好的教育 虽然没有上过大学 但家人都是善良端正的人 她在那个家庭里面 跟着大人们言传声教 耳朵木人 把性本善这三个字 很完美地诠释了出来 她对待自己的亲人 还有孩子 乃至身边的人都是出于本性 而且都是毫无保留的 给予他人最大的帮助 她始终都坚持着 让孩子们努力读书 努力学习 她觉得 只要读书就会有知识 只要读好多书 读好书 一个人的气质 就会慢慢地培养出来 正是她有如此的远见 估计才能成就她的儿女们的今天 第二点 世纪岁月领悟 有钱在身 总归有好处 包奶奶和老伴的儿女们 是分年龄段长大的 小的儿女们 已经受到了长大的儿女们的照顾 来完成了他们该完成的事情 几乎不需要他们二老再出钱 她把平时长子长女送的红包啊 还有自己的积蓄都存了起来 以备自己和老伴的不时之需 然后 当平时的孙子和孙女去探望她的时候 包奶奶从来都不会让他们空手而归 都会拿出一些钱来当做红包送给他们 让他们高高兴兴地来 也能开开心心地回去 这样子 儿女们 孙子孙女们 就不会找理由不来探望自己 而是很期待能探望 因为小孩子是最喜欢收红包的 所以他知道 如果自己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的话 吸引儿女的最大动力 就是这种方式了 第三点 公平对待儿女 不偏心 很理解 包奶奶的儿女有很多个 既然有很多儿女 但每个儿女都非常喜欢包奶奶 也个个争抢着为她养老 那这肯定跟平时包奶奶 对待儿女的方法 有很大的关联 包奶奶深知 如果自己做不到公平公正地 对待自己的儿女和孙子孙女的话 一定会遭到他们的冷落 还有厌恶 甚至是叛逆 所以他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谁有错就批评谁 谁做得好 就表扬谁 谁需要帮助 大家都去帮助他 而不去偏心某一个人 而且 他对自己的儿媳还有女婿 都是一样的对待方式 所以他的孩子们都很尊敬他 这才会想着 在包奶奶老年的时候 抢着为他养老 其实不止包奶奶 其实只要是个人 有这三个品质 都会获得很大的成就 想要做受人尊敬 子女爱戴的老人很简单 只要自己品德优良 教出来的孩子都不会差 如果一位母亲 有很好的远见和优秀的修养 那子女也愿意和这类人多相处 要知道 一个母亲的格局 往往就决定了孩子的未来 如果你拥有这上面三种优良品德 那么你就会受到子女的尊敬 你的孩子们也会以你为荣 让你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这样的一位老人在家中 也是子女的福气 家里热热闹闹 子孙满堂 日子自然也能红红火火 作为一个母亲 肯定是要教育好自己的儿女 想包奶奶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一位母亲 那你的儿女肯定会以你为荣 一定会在你晚年的时候 尽心地赡养你 让你安度晚年 如果你拥有一位这样的母亲 那就是你作为儿女的幸运 而且我相信 你的家庭一定是十分的幸福美满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和志恒相约 有凉的资源 那么多有一天 也可以发报 你 ai不散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会忘了 这样就会忘了 看出来 跟志恒相约 有凉的资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